第231集 宋雀速度飞快 带着沙姨 更有自信 她的小姑一定可以为自己主持公道 要让那业子 要么死亡 要么从此屈服于自己 我是宋家弟子 若非那灵溪宗的白小春 我已天到处击 不需要去付出 小姑争夺这一代血子 我自己就可以争夺 宋雀深吸口气 速度更快 化作一道长虹 直奔上纸区 不过这也无碍 小姑予成为血子 也只是权益之策 暂时占据这个位置 不能让血梅夺走而已 等我到了主机后期 我已就可以争夺血子身份 这区区业葬 若能被我所用也就罢了 若他不失抬举 让他死无增深之地 宋雀信心更强 气势爆发 轰鸣街踏入上指区域 靠近了大长老宋军晚的洞赴湖泊 这血色的湖泊尽头 瀑布内 此刻四个童子正闭目打坐 宋雀到来的瞬间 四人双眼七七开合露出精芒 看向飞临而来的宋雀 宋雀脚步没有半点停顿 直接顺着湖泊之路 踏入瀑布内 正要进入洞府时 那四个童子灭色微别 瞬间起身 竟阻挡在了宋雀的面前 宋长老 还请等待片刻 其中一个童子知道宋雀地位不凡 可却不敢去阻止 只能硬着头皮开口 滚开 我找到长老有事 宋雀本就带着怒意与杀机 此刻一看守洞府的童子 竟敢阻挡自己 立刻皱起眉头 低喝了一声 他平日里到来 根本就不用通报 以他的身份 不说随意进出 也相差不多 而宋君婉对于这个侄子 也很是喜爱 可眼下 这里的童子居然敢阻拦 宋雀冷哼时 直接推开前方的童子 踏向洞府 那四个童子灭色大便 他们有心阻止 毕竟 如今在大长老洞府内的人 他们觉得是极为隐秘之事 可宋雀这里 他们阻拦不住啊 此刻正色变时 宋雀 已然强行踏入东府大门 直接走了进来 若是换了平日 宋雀也不会如此鲁莽 可一来 那是他小姑 二来呢 宋雀怒意压制不住 这才使得他 失去了往日的平静 不过这在他看来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在他踏入洞府的瞬间 他还没等进入洞府大厅 就听到里面传出了小姑宋君晚的笑声 那笑声带着愉悦更有称意 宋雀一睁 快走几步 绕过屏风 踏入大厅时 他立刻就看到了一幕 让他整个人舞雷轰顶啊 脑海昏明 目瞪口呆 不可思议的是 骇然非常的画面 他的小姑宋君晚 坐在一张座椅上 此刻左手掩口 引漏桃花之意 笑声不断 而他的右手 却被坐在一旁的 夜葬抓在手中 正仔细的打量 甚至还闻了一下 这一幕让宋雀完全傻眼 有种难以形容的颠覆感 甚至觉得 这一切应该是幻觉 完全不可能啊 可偏偏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分明就是 肩夫淫妇的模样 让宋雀整个人 完全懵了 几乎在宋雀进来的刹那 宋君晚快速收回 被白小春抓着的右手 收起笑容 干咳了一声 神色肃然 摆出长辈的模样 看向宋雀 怎么这么毛躁 算了 你来此有何事 宋君晚 尽管想要摆出长辈的模样 可那双甲上残留的鱼 此刻还无法快速消散 使得他这里 妩媚与严肃交融 美丽不可芳舞 同时心底也有凶脑 若是换了其他人 这么鲁莽的闯进来 他一定会重罚 可宋雀是自己的侄子 他也不好多说 白小春也赶紧正经危拙 宋雀的突然闯入 也吓了他一跳 有种被捉奸的感觉 很是心虚 他也是来这里不久 送出灵药后 琢磨着自己应该主动的提起话题 于是给宋君晚看手下 他当日在灵溪宗内神奇的一幕 也让宋君晚记忆深刻 于是也就任由白小春握住自己的手 听着白小春换着花样不断的赞美 宋君晚的笑声才会带着愉悦回荡 此刻白小春深吸口气 神色肃然的坐在一旁 学着宋君晚的样子 看向宋雀 宋雀呼吸极促 好半少才从之前的恍惚中恢复过来 可就算是恢复过来 他还是无法去相信 自己之前看到的一切 他心目中高高在上 绝代风华的小姑 居然被人握着手 居然笑声还带着嗔意 这完全让宋雀难以预料 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 可偏偏握住他小姑小手的 居然是那个让他怒意迎天的野荡 这种事情让宋雀的怒火在这一瞬更为强烈的爆发出来 他呼吸紊乱 双眼赤红 死死的盯着野荡 毅然疯狂 野荡 宋雀大吼了一声 上前时看向他的小姑 大长老宋君晚 小姑 自从这业葬进入中风后 残骸宗门轨迹多短 让中风弟子恨直入骨 生灵涂炭 我怀疑此人是其他宗门的暗子 意在霍乱我血系宗 请小姑铲除此人 以敬笑友 宋雀脑海此刻还在汪名 吼声在洞府内回荡 白小纯面色微别 内心大怒 知道了 原来这宋雀来这里是要告状 可偏偏宋雀的话语说的太对了 让白小纯这里心惊 正要反驳时 一旁的宋君晚 面色顿时沉了下来 右手抬起一拍桌子 砰的一声 旁边的石桌传出巨响 直接将宋雀的声音 掩盖镇压下来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闭嘴 宋君晚面沉如水 目中带上 声音回荡时 整个洞府瞬间寒气鼻人 即便是宋雀 也都身体遗产 他从小就怕这个小姑 此刻眼看小姑发怒 宋雀下意识地低头 看到宋雀这个样子 宋君晚的怒意虽起 可却压了下来 对于这个侄子 他一向喜爱 此刻语重心长 一副恨铁不成钢之意 缓缓地开口 雀儿 你是我宋家这一代的嫡子 你的未来不可限量 怎能如此昏庸 目光短浅 夜葬来历清白 对宗门有大贡献 他的确是让那些同门修士 遭受了一些小罪 可这一切也不是他故意的 他是为了宗门要道意图 他的委屈 你们不知道 宋君晚 痛戏地说着 对于这个侄子 他觉得对方今天的行为 太不理智 白小纯坐在宋君晚身边 亲眼看到这一幕后 顿时感动 他目中泛情柔和 看向一旁的宋君晚 他发现 这宋君晚完全说到了自己的心里 那一切的确不是自己故意的 这一刻 他觉得宋君晚就是自己的知己 血细总对自己 真是好得没话说了 白小纯心中浮显无尽感慨时 宋缺身体颤抖 他从小到大 被小姑经常训斥 很少反驳 可这一刻 他受不了了 尤其是看到白小纯 那感慨的模样 他的脑海里浮显了之前 小姑的手被对方抓住 二人那贱夫淫妇的样子 宋缺喘着粗气 猛地抬头 叶子 你 宋君晚看到这宋缺 居然还不知悔改 面色更为阴沉 直截怒喝一声 缺儿 你退下 说完 宋君晚又看向白小纯 轻声开口 叶师弟 莫要介意 缺儿小孩子 不懂事 白小纯 长抬一声 摆出一副长辈的模样 微微点头时 也露出苦笑 无法 缺儿年轻气盛 人之常情 我们做长辈的 多多教导便是 听到白小纯口中 说出的缺儿二字 宋缺整个人要疯了 全身秀为轰然爆发 杀气惊天 叶子 我要杀了你 宋缺怒吼一声 直奔白小纯冲去 这突然的爆起 距离又近 就算是宋君晚 也都来不及 立刻阻挡 轰的一声 宋缺掐指间 一个血色大手印出现 直接落在白小纯的面前 掀起气了 碎灭了桌椅的同时 白小纯眼珠一转 没有闪躲 直接被轰在了身上 顿时灭色苍白 一口鲜血喷出 身体两枪后退 眼看白小纯如此 宋君晚有些心疼 顿时大怒 右手抬起猛的一挥 立刻一股大力扩散 直接镇压宋缺 使得宋缺身体无法前行 只能双眼赤红 全身颤抖 他知道眼前这个业脏的 吐血是假的 就算真的受伤 也定然不会如此夸张 宋缺 你好大的胆子 宋君晚气急 正要教训时 却被白小纯一把拉住右手 雀儿没错 我作为长辈 有不对的地方 害得雀儿没有了头发 等我回去后 立刻闭关炼药 定要炼出一种灵药 让雀儿 重新长出毛发 白小纯望着宋君晚 嘴角还带着鲜血 凝重的开口 甚至还在宋君晚手上 用力的捏了一下 以表示自己的决心 宋君晚脸颊又红 这种当着自己侄子的面 握住自己手的行为 让他心脏 砰砰加速跳动了几下 有些异样之感 缺儿 还不向你夜 夜师叔 道歉 宋君晚收回小手 看向宋缺时 怒一又起 这一幕 让宋缺整个人颤抖 脸上清紧鼓起 立笑起来 你们这一对剑 可还没等他话语说完 宋君晚幕中露出冷力 直接左手袖子一甩 一股大风凭空出现 直接将宋缺卷出洞府 宋缺无礼 责罚闭关三个月 不得外出 白小春觉得 自己无法继续留在洞府了 眼看宋君晚 面沉如水 他也轻叹了一声 向着宋君晚告辞 宋君晚迟疑了一下 微微点头 安慰了他几句后 忽然说了一句话 数月后 战争前中风会进行血子失恋 到时候 我希望你来帮我 宋君晚 看向白小春 眼中露出期待 白小春 双眼露出精芒 搬上后深吸口气 点了点头 离开洞府 刚一走出洞府 白小春内心顿时得意 他深吸口气 对于收拾宋缺的这一番行为 很是满意 缺儿 从此 我就是你师叔了 白小春想到这 心敌更高兴了 可神色 却保持肃然与苍白 带着沉重 回到了下指区域的洞府 到了这里后 他全身舒爽 想着自己 已经是宋缺的长辈了 于是很大度的一挥一袖 罢了罢了罢了 我身为长辈 还是不要和小辈一般见识了 白小春 盘膝坐在一旁 不再去理会今天的这些事情 而是开始修行 同时 在他的脑海里 也在推演四阶灵药的改进方式 实际上 前段时间的炼药 虽然最终成功 可白小春总是有种 难以酣畅淋漓之感 是因为丹炉的问题 白小春轻叹 他发现 如果按照自己的思绪 完全放开的去炼药 那么 没有任何丹炉可以承受 最终 全部都会炸炉 所以 只能减少药量 使得丹炉不会崩溃 可这种感觉 就仿佛是力气用了一把 总是给他一种 不上不下之感 可惜啊 眼下在炼药上 只能如此了 白小春感叹 却没有解决的办法 他琢磨着 等回到了灵溪宗后 去问问李清侯 是否有解决的办法 而他的修行 也没有浪费时间 而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整日吸收血气 修炼自身的 不死长生宫第二句 不死金刚 不死金刚的第一层 石像满鬼一身 白小春已经完美修成 如今这第二层的 石鬼天妖神 在他孜孜不倦的努力下 尤其是在血溪宗 这修行不死长生宫的圣地内 随着血气的吸收 终于有所突破 达到了四鬼之力 对于自身肉身之力的 强悍程度 白小春有一些 简单的判断 可却没有机会 去完全的施展 但哪怕是这样 白小春也依旧感受到 自己的恐怖 他的力量之大 似乎无坚不摧 仿佛无穷一样 全身血肉内的力气 似乎可以撼动山河 与此同时 以他的防护程度 也达到了一个 让白小春瞠目结舌的程度 之前宋缺那全力以激 对于白小春而言 如同挠痒 而那口鲜血 还是他很费力气的 才强行撼动 替内灵海 浊财 避处 还有 不死金刚卷 形成的神通汗山状 白小春 虽没有机会多次尝试 可那不多的几次 早已让他 躲于这神通心惊 他甚至觉得 一旦自己全力施展 即便是一座坚硬的山峰 也都可以 被自己撞出一个窟窿 至于撞在人身上 那其下场 可以遇见了 我觉得我现在 就是一个超越了天妖的存在啊 白小春右手抬起 抠了一下地面 地面在他的感觉 如同豆腐一样 直接就挖出了一块 没有丝毫阻碍之感 微微一捏 石块在手中 就成为了飞灰 这种与日俱增的强悍 让白小春更为的振奋 每次吸收血气 都有种说不出的愉悦之感 同时在血沙界上 白小春不知不觉中 凝聚血剑的速度 不但快了很多 威力也更为强大 尤其是他在施展时 甚至隐隐有种 自己与整个中锋 连在一起的感觉 那种感觉 似乎是可以 更具体的喊动中锋 可他不敢继续尝试下去 担心会引起一些 自己控制不住的变化 引来危机 还有自弃通天诀 这是他的基础攻法 是灵溪宗的唯一隐藏之道 初期时万事开头难 对于获取通天河水 需人帮助 如今到了中期 因为已经融合一地 所以对通天河水 有一定的掌控 可直接融合通天河水 那种霸道之一 随着白小春的修行 也越发地显露出来 尤其是他到了筑基中期后 意义中的通天河水 沉浸在第四层灵害上 其融化的速度很快 再加上丹药之主 白小春能明显地感受 自己身上的气息 隐隐于通天河 有些相似了 那是一种很玄妙的感觉 白小春说不清楚 但却能感受自己的强悍 在筑基之中 不说没有对手 但却可以横扫太多太多 至于通天发言 虽然来到血溪宗后 白小春就几乎没有施展 可那种眉心内 随着修行不断发扬的感觉 也更为强烈 甚至白小春隐隐觉得 眉心内的通天发言 似乎也可以积累力量 一旦完全睁开 必定惊天动地 唯独让白小春不满意的 就是玉人大法 以及原词之力 虽然修炼 自其通天绝后 他的玉力增加 可却有限 而原词之力 白小春已研究了很久很久 始终没有放弃 可却仿佛还是插着一层隔膜 难以参透 不能掌握 这让白小春很苦恼 可却没有解决的办法 只能每天拿出一些时间 不断地研究 与琢磨 同样还有一件事情 也是白小春这段日子 时常琢磨的 那就是关于宋君晚当日说的 数月后会举行中锋血子事例 希望白小春相助 一旦宋君晚成为血子 大长老的位置就会空出 按照道理 会从血子长老中顺位出现 不过若有人的声名极高 也可直接成为大长老 为了提防兔子 白小春只能在内心地狱 目中露出精芒 这段日子 他始终在思索这件事 他知道 这是自己的一个绝佳的机会 一旦成功 那么就可以获得那永恒不灭之物 就可以离开血系宗了 我如今在血系宗的名气 可以与宋缺齐名了 但想要超越那些血子长老 直接成为大长老 还是有些不足啊 我需要在这几个月里 让自己的名气更大 无论是好是坏 总之要让所有人的心目中 我虽是烦到助击 可哪怕是这样 也依旧让人触目惊心 弹之色变的强者 白小春的墓中露出果断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血系宗与丹系宗的战争 已经再次升级 到了一种近乎举宗交战的程度 每天都有大量的消息传来 有真有假 让血系宗的弟子也都心惊不已 同样的 血系宗的备战 也已经快要到了尽头 大量的弟子被陆续的派出 不知去向 尤其是血系宗天空上的血云 在白小春的观察下 越来越厚 越来越多 引以形成了压抑 这压抑让人心头发慌的同时 也使得整个血系宗的血气 更为的浓郁 与此同时 尽管白小春这里闭关 很少外出 可关于他的传说 却没有丝毫减少 反倒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后 更为的夸张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尤其是 宋缺被责罚闭关的缘由 不知怎么的被很多人知晓 再有一股暗中之力 不断的针对业葬而搅动 于是 整个中风无数传闻的同时 对于白小春这里 太多的人恨恨而有恐惧 而这个时候 很多人都想起了血梅少主 想起了血梅少主 与业葬之间的不合 于是纷纷向血梅少主传递音讯 希望血梅为他们出头 还请血梅少主冲灭 制裁业葬 业葬此人恐怖无边 中风失丰众人 无比其苦啊 还有那中风大长老 偏袒业葬 请血梅少主 斩温魔 将其绞杀 这些传音之语 每天 血梅都能收到不少 关于业葬的种种凶残知识 应有尽有 单单是看传音的内容 业葬在血西宗的不少人眼里 已经是魔王级别的可怕人物 只是血梅也没有太多的办法 现在的业葬 在宗门内有老祖撑腰 更是擅长要道 名气极大 隐隐已与宋缺不相上下 这样的人物 血梅也不可去明面出手 而且他也早就察觉了 白小春的战力不俗 暗中对比后 他知道 自己想要击杀对方 绝非一时半刻可以完成 血梅盘息坐在洞府内 沉一时 目中有寒芒一闪 他自然看出 这是有人在暗中推动 想要让自己出手 灭杀业葬 不过 他不在乎这暗中之人是谁 因为从立场上去看 他也有杀业葬之心 不久之后 血子失恋就要开启 这一代的中风血子 会在我 与宋军晚那贱人之间争夺 而这业葬 将是宋军晚的一大助力 若能将其剪掉 这对我而言 好处更大 这业葬 之前名声不鲜 很是寻常 但允建深渊回来后 却声明确起 极为不凡 说换了一个人 很是诡异 他身份必定有问题 没有问题 也要找出问题 血梅眼中杀意更多 既然明面上不可出手 那么暗中调查 在这敏感的战争 即将爆发的阶段 或许更有杀伤力 在血梅寻找白小春身份上的问题时 血西宗内也出现了一些传闻 这些传闻来自施丰 据说那施丰血子 在获得了白小春的灵药后 立刻闭关 如今虽还没有出关 可却有强悍的波动 从施丰的血子殿内不断的升起 这波动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尤其是邵泽丰与吴明峰的血子 更是留意 他们三人平日里都相差无几 可演一下很明显的 施丰血子似乎有所突破 哪怕不可能踏入金丹 可对于施丰而言 一具烈尸的突破 也就可以让自身的战力 突飞梦进 如此一来 邵泽丰与吴明峰的血子 就有些着急了 数日后的清晨 白小春的洞府外 邵泽丰大长老化作一道长虹 急速而来 老夫邵泽丰寒春冬 夜市地可在洞府内 邵泽丰大长老 身体极为魁梧 高大威武 全身上下散发出浓重的气血之感 身为炼体修士 他站在那里 仿佛是一座山峰 更有惊人的威压扩散开来 就连声音也都浑厚无比 白小春洞府外的那些血树 面孔一个个瑟瑟发抖 可却不敢如以往那样逃走 外人虽然可怕 但在他们眼中 夜葬更可怕 此刻只能咬牙站在那里 眼巴巴的 看着邵泽丰的大长老 白小春正在洞府内打坐 在邵泽丰大长老来临前的几个呼吸中 他就有所察觉 此刻听闻外面的传音 白小春有些诧异 隐隐猜到了对方所为何事 趁隐片刻 他右手抬起一挥 立刻洞府大门打开 血树得到了命令 迅速的让开了一条道路 邵泽丰大长老迈步一晃 直接走入洞府外的院子内 与此同时 白小春也从洞府内走出 两个人目光对望的瞬间 邵泽丰大长老 哈哈一笑抱拳败见 叶师弟 当年你从血涯下走出时 我就知道你极为不凡 可惜 你当时选择的是这中风 如果是我邵泽丰就好了 白小春微微一笑 这笑容在他的面具上看去 略有阴森 充满了冷冽 抱拳回礼 邵泽丰大长老亲自到来 夜幕这里棚笔声辉 请 话语结 邵泽丰大长老也没客气 跟着白小春进了洞府 分座两旁后 邵泽丰的大长老又不断开口 夜师弟修为不俗 更是天字惊人 后继勃发 亦飞成天 中风能有夜师弟在 是中风之幸事啊 白小春一听这话 立刻高兴 可是却保持神色肃然 含笑不语 尤其是夜师弟 更是被老祖看重 未来不可限量 邵泽丰大长老感慨开口 又说起玄丹二宗的战争 讨论了血系宗内的大小事情 换着方法 不断的去捧白小春 白小春表面上风轻云淡 可心底却美滋滋的 听着对方的吹捧 他觉得很是傲然 时而点头 时而摇头 时而哈哈一笑 直至过去了半个时辰 少泽丰大长老 琢磨着自己开场的差不多了 正要说起正事呢 可却看到白小春 眼中的鼓励之意 他迟疑了一下 于是再次吹捧一番 业葬师弟一表人才 人中龙凤啊 放眼我整个血系宗 能与业葬师弟齐名之辈 不超过五指之数啊 又过去了一炷香 少泽丰大长老 说的有些口干舌燥 琢磨着应该差不多了 可一看白小春那儿 发现对方兴致正浓 好像沉浸在自己的吹捧中 少泽丰大长老迟疑了一下 他觉得 自己这一次是来求对方办事的 于是一咬牙 嚼尽脑汁 去想各种吹捧的言辞 直到又过去了小半个时辰 少泽丰大长老 发现自己实在没词了 可白小春那边 却兴致更大 你怎么不说了 白小春 诧异的看向少泽丰大长老 这少泽丰大长老觉得这一幕很怪异 咬牙使劲的又憋出了几句后 最终长叹了一声 觉得眼前这个业葬高深莫测 自己不可将对方视为寻常之辈 于是向着白小春抱拳一拜 叶师弟实在是高明 韩某佩服 佩服 既如此 韩某也就不绕圈子了 这一次韩某到来 实在是为师弟你抱不平 叶师弟要道惊人 曾为师封炼过灵药 可那师封众人 却丧尽天良 不但不知道感恩 反而去怨恨叶师弟 白小春一听这话 也想起了之前的事情 神色阴沉下来 冷横了一声 尤其是那师封大长老 与血子更是过分 叶师弟可是为了他们炼制灵药 他们竟还要迁怒叶师弟 此事太过分了 叶师弟放心 此事我邵泽峰血子 已上禀宗门 为叶师弟 讨回一个公道 邵泽峰大长老 义愤填膺 话语节 扫了白小春一眼 多谢邵泽峰大长老 与血子 此事已过去了 罢了罢了 通过此事 叶某也看明白了很多事情 哎 叶师弟 无需和我们客气 叶师弟 逆血繁足 本就具备炼体资质 更有蛮鬼护体 与我邵泽峰 就是一家人呢 啊 哈哈哈哈 邵泽峰大长老 哈哈一笑 那师封不识好歹 咱们以后不理会他们就是了 可咱们彼此是一家人 这样 叶师弟 你给我们邵泽峰 列一炉灵药 老夫保证 你就算是把邵泽峰给崩了 老夫与血子 也都不皱一下眉头 邵泽峰大长老 一拍胸口 看向了白小春 白小春略一尘意 这个 叶师弟放心 规矩我懂 邵泽峰大长老 从怀里拿出一个橱袋 放在了白小春的面前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白小春目光一扫 拿起橱袋看了一眼 桌里面装着大量的药草 还有不少零食 白小春内心满意 正要开口时 忽然神色微动 那少子 风大长老 也是皱起眉头 看向东府外 叶师弟在不在啊 老夫吴明峰大长老 耿乾坤 东府外 吴明峰大长老 那位诸如 此刻正站在那里 神色如常 可心中却有些焦急 他原本对于找白小春炼药之事 有些犹豫 就连吴明峰的血子 也是如此 可当他今日听说 邵泽峰大长老 出现在了中风后 那他就坐不住了 尤其是吴明峰的血子 更是着急 催促他立刻到来 说什么 也要让白小春 为吴明峰炼药 白小春眨了眨眼 起身走出洞府 迎接吴明峰大长老的到来 很快的 就带着吴明峰大长老 回到了洞府内 吴明峰大长老刚一进来 立刻就看到了韩春多 二人目光队望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竞争之一 叶师弟啊 耿某不说废话了 只要你能给我们吴明峰 炼制一炉特定的四阶灵药 邵泽峰给你多少报酬 我们付双份 只要求一点 先给我们炼 这诸如一开口 就立刻充满了霸意 还没等白小春说话 一旁的韩春东冷横 木然起身 替那煞气轰然爆发 表情森然 叶师弟 之前除代内的只是一部分玉佛而已 只要叶师弟先给我们炼药 那么我们邵泽峰内的炼体密法 对叶师弟全部开放 你可以来修行我邵泽峰密法 邵泽峰大长老一咬牙 谁也不知道白小春炼药的时间长短 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 对方炼药耗费时日是极多 尤其是眼下开战在即 极有可能在战前只能为一人炼药 所以这个先手 他一定要为自己的血子争夺 此刻他话语一出 白小春立刻动容 对于邵泽峰的炼体之法 他也有想去研究一下 看看与自己的不死倦 有什么不同之处 一旁的侏儒也是吃了一惊 看到白小春动容后 他一咬牙 叶藏师弟 我吴明峰也为师弟你准备了一个魔头 师弟可以修行我吴明峰的炼魔之法 他话语回荡时 韩春冬立刻怒视 就在二人对峙时 白小春怦然心动 吴明峰的魔头之法一样是秘传 非吴明峰的修士 想要学习 需要耗费海量的贡献点 其价值之大难以形容 叶藏师弟 做事情有先来后到 这一次是我邵泽峰先来找叶师弟你炼药 还请师弟仔细斟酌 韩春冬看向白小春 叶藏师弟 我吴明峰付出的可是双倍啊 朱如也看向白小春 白小春揉了揉眉心 目光在这二人身上扫过后 哈哈一笑 的确要有先来后到 我会先去邵泽峰 还请吴明峰大长老与血子见谅 至于双份没有必要 二位都是代表背后的血子 这样好了 叶某给你们一个承诺 我无论给谁先炼药 赚争钱 你们双峰的灵药 一定都可以炼制出来 邵泽峰与吴明峰的这两个大长老 听闻此话都神色微动 他们彼此也不愿意如此抬价 此刻眼看白小春很是圆滑 于是好感更多 彼此点了点头后 又与白小春攀台一番 最终都满意的抱拳一摆 这才离去 白小春目送二人离开 回到洞府后 他盘夕坐在那里 沉思片刻后 黑黑一笑 师封有我绿毛家 吴明峰弄个大魔头 邵泽峰上练过体 中峰勾过大长老 这样的话 我在血系宗的地位 就可以做到举足轻重了 不弱于血子长老 到时候再帮宋君婉 成为血子 我成为大长老的可能性 那就更大了不少啊 白小春打定主意 没有耽搁时间 在第二天一早 就离开了中峰 直奔邵泽峰而去 邵泽峰身为血系宗 五指聚首的小拇指 看起来最为纤细 可实际上 邵泽峰出身的修士 全部都是炼体之修 一个个力大无穷 更是凶傻之意 远超同界 白小春一上山 就立刻看到了 邵泽峰的助击修士 那一个个高大魁梧的身躯 还有那浓浓的气血之意 使得整个邵泽峰血液弥满 一路走去 白小春冲不惊心 看着四周一个个威武的身躯 无论男女都是如此 让他心底彻底紧张起来 还有一些不服气 有我力气大吗 魁武有什么用啊 我可是具备了四鬼之力 白小春眨了眨眼 快速走在山路上 途中所有看到他的修士 大都是神色内露出警惕的同时 更有寒忙 显然 白小春的温魔之名 在邵泽峰内也是如雷贯耳 别人一眼就能认出他的身份 很快的 白小春就到了邵泽峰的上志区 刚一到来 邵泽峰的大长老韩春东就出面迎接 笑他一番 带着白小春去了上志巅峰的血子殿 血子殿内 邵泽峰的血子正坐在那里 与白小春踏入近来的瞬间 他长笑起身 哈哈哈哈 夜师弟 这邵泽峰的血子是一个中年男子 身躯一样高大 整个人的气势之强超越了韩春东太多了 此刻一站起 给白小春的感觉如同是一个巨人起身 甚至四周八方的血气都轰然一动 一股威牙更是降临而来 使得白小春脚步一顿 抬头时 看着大步走来的邵泽峰血子 他内心吃惊 邵泽峰的炼蹄之法 这一路走来 白小春不断的观察之下 看出了一些端倪 此刻在看着血子立刻就有了一些判断 堪比不死金刚圈的第二层 白小春内心微震 可神色却如常 虽然一笑抱拳拜见 夜葬拜见血子 夜葬师弟不必客气 本座行事之街不愿绕来绕去 这一次我需要你炼制的是一炉四界血体丹 邵泽峰血子 目中露出精芒 看向白小春时声音如虹 此丹只有一个作用 可以让我邵泽峰的炼体密法 在短时间内提高一个层次 战争在即 每个人都在各自准备 这单要对我而言 除非达到五截 否则的话四截单独一枚没有 我也可以外出够到 所以我需要的不是一粒 而是至少百粒以上的四截血体丹 夜葬 你可有把握为本座炼制出百粒的四截血体丹 邵泽峰血子目光炯炯 看向白小春 他的声音震得整个血子垫都颤动起来 若有足够草药 有足够当炉 百粒不难 白小春被针的耳朵痛 觉得这邵泽峰血子就是一个大嗓门 于是不服气的一样大吼开口 他这么一吼 让邵泽峰血子愣了一下 他与人交谈从来都是如此大声 可却很少有人对他也这样 此刻多看了白小春几眼 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草药足够至于丹炉更是足够 来来来 夜葬师弟 我带你去看这一次专门为你准备的绝食丹炉 邵泽峰血子笑声传出轰动整个山峰时 他大袖一甩 带着白小春与一旁来此后始终恭敬不说话的大长老 直奔上至区域的一处空旷之地 这里四周有阵法阻隔 这阵法惊人不但可以隔绝波动 更是能够隔绝气息 如尸峰炼药的那些可以置换的武器 在这阵法内绝对无法扩散开来 显然这是邵泽峰专门为防止出现意外而准备 白小春看了后咳嗽一声没有说话 随着邵泽峰血子很快来到一处庞大的洞府内 就连着洞府也都是重新建出窄些一片 洞府身处有一处大厅 在这大厅内只放着一样物品 白小春在看到这物品后 整个人倒吸口气 双眼瞬间露出无穷精芒 周然飞出 瞬间靠近绕了一圈后 稀气连连 此物是一个丹炉 一个庞大乌笔 足有三十张大小 通提青色的巨大丹炉 旗上无数凹凸起伏的符文 更有一股浩荡之意 从这丹炉上散发出来 给人一种似乎坚固无比 惊天动地之感 这个丹炉 白小春右手抬起 轻轻碰触 立刻就感受到其内传出的厚重质感 他整个人振奋 他之前还在头痛丹炉会炸的问题 无奈之下 只能减少药效 乃以施展 全部要道造诣 可眼下 在看到这丹炉的瞬间 白小春激动了 叶藏师弟 这丹炉是当年我邵泽锋的前几代血子 从黛西宗内抢来的质宝 虽不是正品 也不是天地子炉 可也是难得一见的 天地炉顶的唯品 这就是本作为你准备的丹炉 你可以大胆的去炼药 放心就是 这种质宝丹炉 永远也不会出现炸炉的事情 少泽锋血子哈哈一笑 傲然开口 他虽是炼体修饰 可却不失谨慎 邀请白小春来炼丹 对于其温魔的称号 自然有准备 如今丹炉不会炸 四周更是有强力阵法存在 使得密不透风 任何气息都出不去 他认为如此一来 绝对万无一失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白小春深吸口气 绕着丹炉又看了几圈 简烈欣喜 觉得自己可以一展所长 将以前没办法尝试的全部要力 尽情的去尝试 可还是有些不放心 侧头看向了少泽锋血子 你确定这丹炉永远不会炸 自然确定 少泽锋血子笑着开口 神色内有傲然 好 你既然如此确定 这丹药我业葬炼了 白小春一拍丹炉 放声大笑 少泽锋血子一样笑声传出 深深的看了白小春一眼 右手一挥 一个锄带飞出 这才转身离去 一旁的少泽锋大长老 也是向着白小春抱拳 转身离开 很快的 洞府内就只剩下了白小春 一个人 他看着眼前这庞大的丹炉 越发振奋起来 拿起厨袋一看 里面有大量的药草 还有血火石 更有一枚玉碱 玉碱内记录的 除了血体丹的丹方外 还有就是少泽锋的 炼体秘法 血煞体光 白小春看得很仔细 直到外面夜色降临 他终于看完 盘膝坐下后 闭着眼 开始沉思 好半生 他睁开双眼 目中露出名物 这血煞体光 实际上就是血西宗 邵泽锋的修士 一代的人在研究下 从这只巨手上 创造的一种防品的不死卷 其中以图腾为主 分别是骨相 满鬼 天腰 血煞 使利用这里的血气 融入体内血肉中 不断的用密法催化 使得身体结构改变 进而迸发出强悍的肉身之力 看似修行 实际如同改造 与白小纯修炼的不死卷 有相似之处 可却南辕北辙 不死卷 是不改变身体结构 而是从内向外的 迸发出无穷之力 兼具攻守 不过 这血煞体光 也有一些可取之处 综合之后 或许可让我的不死金刚卷 第二层早日突破 白小纯 仔细分析后 精神大振 开始尝试修行 轰鸣中 四周血气飞速涌现 直奔他体内而来 按照血煞体光的密法 不断的刺激血肉 控制其变化 不改变结构 而是促使不死金刚卷的运转 一夜过去 第二天清晨 当白小纯睁开双眼时 他的目中露出狂喜 这一夜的修行 堪比他平日里的三天 果然有效啊 白小纯高兴 越发觉得 这血熄宗就是自己的圣地 此刻感慨时 看向一旁的巨大丹炉 他目中露出奇异之毛 立刻上前右手抬起一拍 哄的一声 丹炉的盖子打开 他身体飞起 站在大炉上 低头看了看后 更为的心动 既然不会炸炉 那么这一次啊 我可以尝试一下全部要力 正要动手时 白小纯身体一顿 真的不会炸吧 这白小纯迟疑了一下 不管了 那邵泽风血子都保证不会炸 应该就炸不了 白小纯深吸口气 不再考虑这个事情 而是目露狂热 准备炼制一炉大胆 龙腥草 之前我只放一株 这一次终于可以放十株了 火云果 放二十个吧 还有这个星光叶 按照用法半夜就够了 可这么大的丹炉 半夜几够啊 放十夜好了 白小纯喃喃低语 绕着丹炉 不断的取出药草 整理之后 一股脑的扔到了丹炉内 更有大量的血火石 被它放在了丹炉下方 产生了高温 可这丹炉的确不凡 那样的高温 若是换了其他丹炉 必定赤红 可这庞大的丹炉 只是微微热而已 白小纯眼看如此 更是高兴 沉浸在炼药中 放入的药槽越来越多 丝毫不去控制药力的爆发 而是放开了手 全身心的 投入脑海里 推延出的药方中 那种感觉 让他有一种汉畅淋漓之意 不需要去考虑成本 不需要去考虑药力过猛 不需要去考虑丹炉承受不住 他只需要去考虑 怎么样去炼制即可 这让白小纯全身舒爽 哪怕头发凌乱 哪怕眼中弥满血丝 也都依旧前所未有的兴奋 草药不断的被他扔出 直至过去了七天 除袋内海量的药草 被他扔进去一半的程度时 丹炉内的药力 在不断的相生相克下 开始了爆发 时而有轰鸣声 从丹炉内传出 这丹炉的颜色 也不再是青色 而是逐渐发红 可看其样子 的确是不会炸炉 白小纯眼看如此 扬甜大笑 暴炉啊 暴炉 他彻底放心了 再次沉浸在炼药中 不但持续的放入药草 脑海里的药风 推演之下 一个又一个新的灵感 与念头不断的迸发 他可以尽情的去尝试 甚至还用出了 学会的草木万物之法 去创造自己所需要的药力 又过去了五天 丹炉内的轰鸣之声 更为强烈 整个丹炉已是赤红一片 白小纯终于将所有的草药 全部放完 他心满意足的坐在一旁 又忽然想起了什么 赶紧飞起 吸收四周血气 凝举出一丝 蕴含了自己意志的 不死血 扔入丹炉中 这才操控炉盖 将这丹炉盖住 可就在盖住的刹那 这丹炉内的药力在不断的融合与碰撞中 无法如以往那样释放出去 立刻就如天雷滚滚 轰鸣节 这丹炉颤抖肉眼可见的高温 疯狂的攀升 白小纯开始还没觉得什么 还在感叹这丹炉的确神奇 真的不会炸开 于是安心的修行炼体之法 偶尔插开一番 调整丹炉内的药力变化 可数日后 白小纯开始心惊肉跳了 他看着已经彻底成为了赤色的丹炉 看着其高温散出时 丹炉四周仪仗的范围内 虚无都扭曲起来 尤其是地面 甚至都出现了军烈的征兆 白小纯咽下一口唾沫 正要靠近时热浪扑灭 吓得他赶紧退后 胆战心惊 这么大的丹炉 如果爆了 我的小命就没了呀 白小纯眨了眨眼 即便想到 邵泽峰血子 自信满满的言辞 这丹炉永远不会爆 可是白小纯 还是觉得有些忐忑 应该没事吧 白小纯有些后悔了 他之前放下的药草 实在太多了 一时没控制住 的确是过了一把瘾 可眼下这丹炉的样子 他怎么看都觉得 不像是不会爆啊 又等了四天 这丹炉开始颤抖 甚至四周不再是一丈内扭曲 而是十丈内 全部扭曲起来 高温之强 就连严比似乎都要融化 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增加热度 而白小纯汗如雨下 整个人早已目瞪口呆 怀然恐惧 他有心去阻止 可却发现自己控制不了 这丹炉内的灵药 如今正在缓慢成形 他可以想象 在之后的日子里 随着灵药成形 温度还会暴增 白小纯倒些口气 紧张的不得了 他觉得自己现在就是坐在一个火山上 而这火山随时可以爆发 他赶紧后退 出了洞府后 深吸口气 摆出一幅高深莫测的样子 快走几步 出了这片阵法区域内 就要离开邵泽峰 他觉得 这邵泽峰太危险了 此地不宜久留 临走时 邵泽峰的大长老有所察觉 立刻飞出 拦住白小纯 夜葬师弟 这是要去什么地方啊 我们的灵药 裂完了 邵泽峰大长老 客气的问道 白小纯心底紧张 可神色上却不露丝毫 背着双手 淡淡开口 放心好了 我已将灵药炼制 不过百粒血体丹 需要更多时间去瘟养 三个月后 我会来此地亲自开炉 到时候就可以出丹了 而现在 我要去吴明峰 毕竟答应了他们 也要去炼药啊 白小纯 赶紧找了个借口 他身色如常 目光平静 邵泽峰大长老 尽管心底迟疑 可却找不出问题所在 也好 也好 老夫亲自送夜葬师弟 去吴明峰 邵泽峰大长老 还是觉得不对劲 于是 这般开口后 与白小纯 一起 飞向了 吴明峰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白小纯 眨着眼 点头后 任由对方跟随 很快 到了吴明峰 吴明峰的侏儒 立刻外出迎接 白小纯 这才心底松了口气 刚走出几步 他忽然回头 看向了 邵泽峰大长老 对了 这三个月里 不可踏入烈药的洞府 更不能去 碰触丹炉 否则的话 丹药碎裂 后果自负啊 白小纯说完 转身 随着侏儒 直奔吴明峰 内心打定主意 绝不回 邵泽峰了 如果 邵泽峰的血子 所说是真实的 那丹炉就应该 绝对不会爆开啊 但又也能炼成 若是丹炉炸了 那也不是我的错呀 白小纯这么一想 觉得自己 还是很正直的 没有做错 于是放下心来 随着吴明峰大长老 去拜见了 吴明峰的血子 按照之前的约定 吴明峰的血子 给了白小纯一个魔头 由吴明峰的大长老 安排到了 夏至的一处区域 划定出炼药之地 几乎在白小纯 走入炼药之地的同时 他来吴明峰炼药的消息 就立刻传开 吴明峰的修士 全部心头狂震 倒吸口气 他们知道 白小纯有温魔的外号 更是听说了 他炼丹时的恐怖 甚至堪比老祖 随时众人都有 比生死还要危险的事情 中风 尸风 一幕幕很快就浮现在了 吴明峰 修士的脑海里 他们不如 邵泽峰的炼体 修士那么自信 此刻 全部都骇人 纷纷的心惊 温魔来了 温魔来了 他在炼药时 恐怖无变 大家还记得 师父的赵水墓吗 他当初在那幻觉中 认为自己是一棵灵草 现在很多时候 他看到灵草时 还都会不由自主的发呆呢 这算什么呀 那周一彪 时不时的还会在睡梦中 自称自己是白小春呢 还有 还有中风的那些同门 有不少虽然恢复了 但一个个都没了毛发 还留下了 视而复泻的后遗症 甚至有一次 我看到有个中风修士 与人切磋时 明明占据了优势 可突然之间灭色大变 你懂的 这种议论 飞速传开 尤其是白小春炼药之地 四周范围内 所有居住在这里的修士 一个个都偷皮发麻 用最快的速度 全部搬离出去 很快的 整个吴明峰 几乎五成的修士 都选择了离开东府 去了山下 找地方居住 白小春有些傻眼了 眼看吴明峰安静了不少 他四周更是荒无人烟 于是干咳了一声 琢磨着 自己还没做什么呀 这些人干嘛这么敏感 哼 我在邵泽峰烈药 那不就没出事吗 白小春有些不服气 回到烈药之地后 盘西坐下 目光扫过四周 最终落在了一个角落里 那里有一团黑影 正茫然的漂浮 散发震着阴冷的气息 此物就是吴明峰的魔头 与灵犀从鬼牙风的厉鬼相似 但却又有不同 厉鬼不具备神志 成长性不高 可魔头却不是 随着炼之 随着时间 会产生灵之 同时自身也可以修行 其凶悍程度不弱于厉鬼 狡猾的性格更是远超厉鬼 太多太多了 尤其是炼制到一定程度 可幻化出一些诡异的神通 更可对人夺赦操控 甚至化作心魔 杀人可无形 也凶残嗜血 不同的炼制之法 产生的魔头也不一样 血熙宗的魔宗之名 与吴明峰的魔头 就有很大的关联 至于魔头的来历 此事白小春也不知晓 是血熙宗的极为隐秘之事 如今他洞府内的这个魔头 只是一个寻常的出生之魔 灵之不高 被白小春身上的煞气所射 不敢靠近 躲在角落里边发抖 过来 白小春扫了眼在角落里发抖的黑影 从橱袋内拿出一块紫色的玉牌 话语传出时 这黑影再次一抖 缓缓向着白小春飘来 直到在他面前时 凝聚成一片雾气 雾气内有面孔若隐若现 白小春右手抬起一抓 但却直接穿透 这魔头没有实际的身体 让白小春兴趣更多 血熙宗的魔头 与厉鬼有些相似 可鬼是由生者死亡后 魂魄凝聚而出 这魔头又是怎么出现的呢 白小春想了半天 也找不出断倪 只是隐隐觉得 这魔头与自己这里 似乎除了无名风的操控玉牌外 还有某种更深层次的联系 思来想去 白小春只能将魔头的诞生 归结于这修行的不死长生宫的巨手 就在白小春这里思索时 忽然的 这雾气内的面孔 突然目中露出凶残之芒 竟猛的催发雾气 向着白小春直接一扑而来 一股寒气瞬间扩散 更是带着凶残 似乎要吞噬白小春的灵魂 白小春惊了一下 这魔头突然的反噬 让他吓了一跳 修为骤然散开 向外狠狠的一弹 魔头发出一声残叫 全身武器明显崩溃了一些 只剩下了一半 急速后退 重新缩在了角落里 瑟瑟发抖 好大的胆子 白小春生气了 上前几步 狠狠的踢了那团黑影儿一脚 这魔头赶紧避开 白小春冷哼一声 看着手中的玉佩 此玉佩不但可以操控魔头 更是讲述了 如何通过一些手段 或是激烈 或是放痒 等等 让魔头强大起来的办法 最常见的就是以自身的精血去喂养 使得魔头与自身之间达到一种念之所动 魔头力动的程度 同时随着喂养 会让魔头自身修为逐渐的提高 另外就是杀戮与吞噬 杀戮可让魔头嗜血 吞噬可让魔头强悍 另外也讲述了魔头有反骨 必须从一开始就强制镇压 使其不敢反噬与背叛 否则的话 越是强悍之后 那就越是不好操控 区区刚诞生的魔头 就敢反噬主人 白小春很生气 操控玉佩 使得那魔头无法避开后 上前连续踢了好几脚 以他的修为 几下之后 这魔头的雾气就再次崩溃了不少 只剩下一缕蚕丝 不断的发出求饶的惨叫 记住了 我很厉害 你要是再敢惹我 我要让你好看 你就叫 就叫小黑好了 白小春严肃开口 给对方起了名字后 就没再理会 而是研究了一下 吴明峰血子 让自己炼制的灵药药方 不死血丹 白小春若有所思 这不死血丹 他以前听说过 是多年前 血西宗一位在残壁下 感悟成功的老祖 创造出的一种 对整个血西宗四座山峰 都有极大帮助的灵药 不但炼魔头时 可以效果非同凡响 对施风的炼施 邵泽风的炼体 都有一样的推动之效 所以 从这不死血丹 被创造出来那一刻起 此丹对于血西宗而言 需求极大 只不过 这不死血丹很难炼制 三阶以下还好 四阶后极为艰难 且一旦炼出 效果极为不俗 而若能炼制出 五阶不死血丹 就可超凡 甚至 能唤醒血西宗的一些 隐藏的底蕴之力 如吴明峰这里 就是打算 让业葬帮助炼制一枚 四阶不死血丹 尝试用来 将一个沉睡的古老魔头 唤醒 白小春拿着药方 越看越是心惊 这药方内 一共有九十七种药草 每个之间 都存在了诸多的变化 而这一切变化 都需要用通天河水来镇压 直至完美融合 添入这巨手内的灵血 从而炼制出 不死血丹 任何一次搭配错误 就会造成炼药失败 而且要掌握这些草药 融合过程中的 一些节点 有的需要完全中和 有的取出溶之气 直至融合在一起 挥发出 一至九道不等的血气 一道血气是一节 以此类推 那无名风血子 让我炼制的 是具备四道血气的 四节不死血丹 白小春双眼一闪 又仔细地研究了片河 对于创造出 不死血丹药方之人 更为的敬佩 难怪此丹难连 一道血气简单 两道以上 就需要大量的推演计算 还需要非常丰富的 药道造诣 三道血气的复杂程度 超出两道血气的十倍之多 至于四道血气 更是夸张 想要去炼制 分明是需要 万物草木之法 只有掌握了这种药法 才可以逆向炼药 从而简化了过程 白小春眼中露出奇异之盲 他算是看出来了 这不死血丹 若正常去炼 难度之大 无法形容 唯有逆炼 想到这里 白小春立刻取出 丹炉与药草 开始熟悉炼制的过程 他没有要求自己 一次性成功 而是在炼制的过程中 不断的摸索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时间流逝 很快过去了半个月 白小春没有离开 洞府半步 沉浸在炼药内 几乎每天都要开启 树炉之多 血火石没了 就去药 草药没了 一样去药 源源不断的药草 每天都会送来 在这一座山峰 自愿的堆积下 白小春对于这不死血丹 越发的熟悉起来 只不过 在这熟悉的过程里 他炼废了 一炉又一炉的灵药 以往那些炼废的灵药 白小春都是直接扔掉了 可这一次 当他要扔掉时 去迟疑了一下 看向从始至终 一直躲在角落里的魔头 不知道这魔头 吃不吃灵药啊 虽然是废丹 可里面还是有不少精华的 白小春想了想 拿出一枚废丹 扔到了魔头面前 吃吧 白小春 期待的说了一句 那魔头灵智初开 有些懵懂 飞扑上去 猛的一闻 立刻 这废丹肉眼可见的 成为废灰 化作了一丝丝黑气 钻入魔头体内 真的吃啊 白小春有些惊喜 于是将所有的废丹 一股脑的扔给了魔头 那魔头 依旧是神色呆质 全部吸收后 那些废丹 成为废灰消散 这魔头打了个宝格 竟如喝醉一样 倒在一旁 闭目沉睡 还是我聪明啊 这些废丹 居然还可以这么用 白小春 查看了一下魔头 发现没什么不好的变化后 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 于是再次裂药时 偶尔观察魔头 至于那些废丹 他没有吝啬 都给了这魔头 时间流逝 渐渐的又过去了半个月 半个月来 白小春开了多炉 可却一次次的失败 他对于草木万物之法 虽明误 可还是不够熟练 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好在这些问题随着出现 正不断的被白小春解决 同时所有的废丹 白小春本着不浪费的想法 都扔给了魔头 我别的没有 这些废丹多的是 白小春也觉得这样挺好的 修士无法吞下废丹 但这魔头却无碍 甚至这一个月的吞丹下 白小春洞府内的魔头 身体都庞大了不少 看起来 已不再是小人了 而是化作了七八岁的孩童大小 全身漆黑 四周有阵阵黑气不断的滋生 更重要的是这魔头的神志 似乎也比以前多了一些 不再时常呆着 而是可以去按照白小春的吩咐 做出一些简单的配合 只是有些时候 他似乎对白小春的那些废丹 有些抵触 可却不敢不息 甚至有一次 白小春的丹炉一个失误 出现了要炸炉的迹象时 白小春立刻后退 呼唤小黑 小黑 吸了它 小黑瞬间扑上来 竟身子穿透丹炉 到了其内 一吸之下 将里面的灵药吸走 化解了丹炉的崩溃 自己却趴在那里抽出一番 目中依旧呆滞 白小春口中嘖嘖有声 觉得这魔头真的挺不错的 行啊 小黑 白小春很高兴 继续炼药 还有一次 他的丹炉内出现阵阵雾气 一看到雾气 白小春就知道要糟 这雾气要么化作酸鱼 要么就是闻了后腹泻 又或者是融入墙壁 让人置换 这个时候 他再次想起了小黑 小黑 吸了它 魔头小黑又一次挺身而出 直接一吸之下 将所有雾气都吸走了 随后又趴在那里 身体的雾气都凌乱了 如果他有口水 此刻一定是口吐白沫 身色无比呆滞 白小春顿时激动了 好好好 小黑 你真厉害 白小春振奋 他打定主意 以后要炼药 身边一定带着小黑 这小黑实在是太优秀了 废丹他吃 毒物他吃 炸炉他来解决 总之 只要是与炼药有关的 一切负面的杂志 都可以给他 只是 沉浸在炼药中的白小春 没有注意到 魔头小黑在这一个月的吞噬各种杂志后 他的眼中深处 渐渐的多了一些灵动 可平日里却隐藏的很好 在白小春面前 从来都是一副呆呆的模样 直到有一次 白小春啊 一眼看着就要将灵药给炼成了可缺失误 炼制出了一枚不知道药效的怪蛋 白小春长谈一声 正要收起时 瞄了眼小黑 小黑 吸了他 白小春眨了眨眨眼 开口后 小黑明显身体一顿可还是飞了过来 一吸之下 身体猛的颤抖 很快 全部吸收后 噗通一声 倒在了那里 白小春一愣 正要查看时 小黑发出了一声大吼 身体猛的跳起 化作雾气 传出不断的尖叫 冲出了洞府外 白小春立刻跟在后面去看 发现这魔头如发狂了一样 上窜下跳 时而膨胀要崩溃了一样 时而收缩如消散 折腾了好久后 掩掩一息的倒了下来 从那以后 他再看向白小春时 墓中身处的灵洞里 蕴含了深深的恐惧 就这样 又过去了半个月 在白小春的不懈努力下 四街不死血丹 在他的手中慢慢开始成形 他已经可以凝聚出三道血气 第四道血气的研究 已经快到了尾声 小黑呢 这个月吞下的丹药 质量终于好了一些 可依旧都是肺丹 偶尔有一枚毒胆 会让小黑控制不住的激动 他开始喜欢外出 漂浮在无明风上 甚至偶尔的也会遇到其他修士四样的魔头 与那些魔头全身煞气弥漫比较 小黑这儿明显弱了很多 而魔头与魔头之间 意想是更为残酷的弱肉强食 以往都需要被主人严厉的克制 才不会出现问题 可是小黑却很奇怪 他与这无明风的其他魔头 似乎很好相处 彼此没有出现任何厮杀吞噬的事情 这白小川也挺诧异 却没去想太多 沉浸在炼药中 直到再次过去了半个月以后 这一天 四街的不死血丹 终于被他炼制出来 当那四道血气融合在一起 而又敬畏分明时 白小川狼声大笑 很是高兴 他高兴的不是自己成功炼制出了 四街不死血丹 而是 这一次他的炼药 居然没有影响到任何人 没有酸鱼 没有炸炉 没有毒物 没有腹泻 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这才是让白小川高兴于振奋的 他觉得 自己终于具备了大师的风范 以后谁还说我是温魔 这一次我在吴明峰炼药 就没有出任何事情 白小川高兴的同时 心中实际上也是诧异的 不但是他诧异 就连血系宗关注他的修士 也都全部诧异了 尤其是吴明峰搬走的那些人 更是如此 一个个觉得不对劲 但是却找不出端倪 最终只能确定 这一次夜葬的炼药 的的确确 无比安全 哎 莫非这温魔转了性子 他 他 他炼药 居然没出事 在这所有人都诧异时 没有人注意到 吴明峰上 白小川那个魔头 小黑 几乎与绝大多数魔头 都接触了一番 四街不死血丹的炼成 让吴明峰的血子 与大长老很是喜悦 按照之前的承诺 给了夜葬报酬后 还举行了一场盛蝶 打算与夜葬之间 进行长期的合作 这场盛蝶 就是在吴明峰上举行 甚至大长老 宋军婉也被邀请过来 众人在这吴明峰的血子殿 对夜葬很是客气 话里话外 无不称赞 白小川觉得这个时候 自己要表现出风轻云淡 于是抬着下巴 坐在那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一旁的宋军婉 笑眯眯的看着这一切 十二目光落在夜葬身上 神采更多了一些 很快的 这圣典进行到一半时 吴明峰的血子笑声回荡 起身向着夜葬走来 夜葬师弟 要到天赋之高 当时烧剑了 日后必定明镇整个东迈修真剑 若是能够炼制出五阶的不死血丹 更是可以让宗门无比轰动 我相信 那一天不会太久 五阶不死血丹 这可是在宗门内有悬赏的 谁能炼制出来 就是立下大功了 吴明峰的大长老在旁边也笑道 四周众人纷纷笑谈 白小春被簇拥在中间 听着众人的话语 很是舒爽 正要吹嘘几句是突然的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大轰鸣 骤然间从外面轰隆隆的传来 这声音太大 超越天雷 出现的太突然 整个吴明峰都狂震了 地面颤抖 仿佛天崩地裂 更有一股冲击卷着热浪呼啸而来 吹动四方 使得吴明峰血子殿内的众人 全部心头一阵 齐齐色变 苍穹在这一刻都失色 大地持续的震动时 不但是吴明峰感受清晰 还有诗风 中风 全部都在这一术地动山摇 血系宗的内门弟子区域 更是大乱 外门区域一样如此 无数惊呼之声 轰鸣哗然 一道道长虹 立刻飞出所在山峰 到了半空 甚至血系宗的阵法 都在这一刻开启 发生了什么事啊 莫非有人攻打我血系宗 要开阵了吗 祖风一样 随着巨响滔天 随着热浪迎面 祖风内的太上长老 一个个也是立刻心惊 全部散开神石 横扫八方 白小春也是面色大变 血子殿内 众人瞬间冲出去 一个个都是心头狂疹 白小春更是呼吸一顿 在飞出的同时 宋军晚出现在他身边 神色内露出警惕与吃惊 方言看去 其他的几个山峰 也都有大量的修士升空 一个个神色静异不定 可很快的众人都愣住了 他们齐齐看一下 邵泽风 邵泽风上 此刻有一股黑烟滚滚升空 形成了一片黑雾 正向着四周不断的翻滚扩散 气势惊人 而那黑夜升起的地方 是上指与下指去的中间位置 正跟山峰出现了一道道巨大的军力 漫延八方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一念有恒 阵阵的稀奇从四周传来 很快的包括祖风在内 所有人都意识到了 刚才的巨像是从邵泽风传出来的 邵泽风 那里是怎么回事啊 在这众人纷纷诧异时 白小春望着邵泽风传出滚滚黑烟的地方 眯着眼 猛的内心咯噔一声 睁大了眼 倒吸口气 他方才隐隐觉得 这惊天巨像怎么这么耳熟呢 此刻这么一看 立刻认得冒出黑烟的地方 就是自己在邵泽风的炼药之地 此刻回想 方才的巨像 分明就是丹炉爆炸的声音 这一刻 他猛然间才想起 自己在邵泽风 还有一炉丹药 他的额头浸出了冷汗 心肝都颤了起来 呼吸急促 摇摇望去 邵泽风上传来无数凄厉的嘶吼 他觉得头皮发麻 眼前有些发黑 在白小春心惊肉跳 血吸踪众人震撼诧异之时 有树道长虹 从邵泽风内飞出 当手之人 正是邵泽风的血子 他浑身颤抖 双眼赤红 看着一片狼藉的邵泽风 欲哭无泪 抬头 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 他知道 这一切都是业葬弄出的 此刻疯狂之下 正要喊出业葬的名字 正要不顾一切的 出手去寻找业葬 将其击上 可业葬的名字 还没等他从口中吼出 白小春倒吸口气后 双眼瘦索内心咬牙 双眼立刻血色弥漫 竟比那邵泽风血子快了一步 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 白小春 垂胸顿手 劈头散发 声音凄厉 我的宝丹哪 直接传遍四周时 他如疯了一样 猛地冲出直奔邵泽风 为什么呀 为什么会这样 苍天哪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我的宝丹 白小春整个人疯狂 声音极为凄惨 飞出时 化作一道长虹 临近邵泽风 一眼就看到了 邵泽风上磅礴的黑烟 还有一片狼藉 触目惊心的山体 整个邵泽风 一片焦土 大半建筑与洞府都坍塌了 不少修士一个个面黄鸡手 眼中冒火 可在看到白小春时 却都露出恐惧 白小春根本就不去看一眼 飞奔邵泽风中部 他之前的炼药之地 很快就看到了这片区域 放眼看去 此地一片平坦 阵法没了 洞府没了 丹炉没了 能看到四周残存着不少单炉的碎片 还有那无法形容的热浪 正向着四周不断的扩散 半空中的邵泽风血子 余大长老 还有那血色长老 都不少嘴带着鲜血 此刻也都愣了一下 他们正想找白小春的麻烦 可却没想到对方居然自己过来了 而且比他们还要凄惨的样子 业葬 邵泽风血子咬牙切齿 眼中沙意惊天 身体一晃 轰明界 直奔白小春 邵泽风血子 几乎在邵泽风血子冲来的刹那 白小春浑身颤抖 发狂一样的猛的转身 向着邵泽风血子 发出更为狂暴的怒吼 我炼了三个月 耗费了无数心血 炼制的一炉无限接近武器的宝丹呢 白小春整个人颤抖 那悲伤 那疯狂 使得神色都扭曲了 全身煞气在这一刻 轰然爆发 该死的 邵泽风血子 你不是说这个当初不会炸吗 你不是说这是至宝吗 你为什么要骗我 白小春疯了一样嘶吼 眼睛赤红 他的声音回荡四方 气势比邵泽风血子还要强 分明是倒打一耙 可给人的感觉 确实癫狂 你 邵泽风血子怒吼 张开口想要说些什么 可却是哑口无言 为什么 你为什么骗我 我那么努力 那么有心为你们炼丹 你却骗我 还说是从丹西松抢来的质宝 永远不会炸开 你要是早和我说 这个当炉会炸 我不放那么多珍贵的药草 只是寻常炼药就可以了 我的宝丹呢 第238集 你知道这一炉宝丹 我耗费了多大的心血吗 该死的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为什么要欺骗我 白小春声音都沙哑了 在这嘶吼中 血系宗绝大多数修士 都急速靠近 看到了这一幕 就连祖风上的神石 也都大量的凝聚在了这里 我都说了 不让你们靠近 不让你们靠近 你说 你是不是靠近了 白小春说到最后 神色透出失望 更有苦涩 少泽风血子 与大长老等人 被白小春这么一番话 说的根本就没法去反驳 因为的确是血子告诉业葬 这弹炉不会炸 也的确是说了 无论出现什么麻烦 都与白小春无关 尤其是白小春说的最后一句 更是让他们神色变化 因为 的的确确 是因为他们看到 这丹炉四周的高温 越来越热 整个少泽风 都要成为焦土 这才无奈之下 咬牙进去 看了一眼 如今理愧啊 可少泽风的损失太大 他们恼羞成怒 那少泽风的血子一咬牙 物交漫缠 你说我少泽风委托为我们炼药 若是灵药炼出来了 这一切本作也就认了 可如今灵药不但没有炼出 还毁我少泽风 叶子 今天无论如何 本作也要一个说法 少泽风血子冷横 正要强行侵拿白小春 以此事为借口 为少泽风换来一些好处 可就在这时 等一下 白小春右手抬起 向前一挥 神色陡然严肃 鼻子耸动了一下 似在辨认四周的气息 不对劲啊 这味道 你们有没有闻到药香 白小春私下看去 开口问他们 少泽风血子皱起眉头 冷横肿 已然飞出 可就在他飞出的刹那 白小春身体猛的疑惑 出现在了不远处的一块 单炉的残壁旁 神色内露出震撼 更有无法置信 掀开残壁后 看到了在那残壁下的一粒 散发出五彩光芒的弹药 这弹药 五彩之光环绕 药香不浓 可这五彩之光 在被四周众人看到的刹那 立刻让所有人灯大了眼 脑海轰鸣 更有不少直接倒吸口气 惊呼出声 那是五阶灵药 我从来没见过五阶灵药 就算是单西宗 能练着五阶灵药的 也只有数人而已 任何一个五阶灵药 都是无价之宝啊 五彩之光 这正是五阶灵药的 一个鲜明的特征 天哪 天哪 居然真的是五阶灵药 四周众人哗然时 白小川心肝一颤 傻眼了 赶紧一把将这弹药拿起 心中无限的腹砸起来 他自己也没想到 居然练出了五阶 此刻有心将其独吞 可是众目睽睽之下 他只能绞尽脑汁去想办法 不但是白小川是傻眼了 少泽风血子一样呆住 他身边的少泽风大长老 与那些血色长老 全部都呼吸急促 眼看白小川 一把将灵药拿在手中 少泽风血子猛的大笑起来 身上的煞气瞬间消失 误会 叶藏大师 方才是本作与你开了一个玩笑 少泽风血子迈不走来 脸上露出充满了真诚的笑容 白小川冷哼一声 没有说话 脑子里飞快的转动 这样 叶藏大师 之前的承诺 我少泽风愿意给出三倍 少泽风血子逼近一步 四周 少泽风的大长老 与血色长老同时走出 将白小川围绕在中间 隐隐包围 当着我的面 敢威胁我中锋修士 就在这时候 一旁始终观望的宋军婉 淡淡开口了 一步走出时出现在了众人之间 他站在那里 立刻让四周之人内心咯噔一声 少泽风的血子更是面色有些难看 眼看双方有些对峙 就在这个时一个苍老的声音 木然间从祖风上传来 回荡在四周 如同天雷滚滚 震动众人心神摇晃 叶藏炼出五阶灵药 是我血系宗的天教 列位中锋血色长老 至于此丹 归少泽风所有 少泽风准备资源 为叶藏打造血色战袍 话语回荡时 一个模糊的身影出现在了半空中 那是一个老者 穿着血袍 气势如虹 尾压扩散开来 使得四周所有修士都心头震动 低头败见 这老者正是宋家老祖 白小春也深吸口气 抱拳一败 对于宋家老祖的安排 众人不敢拒绝 只能同意 今日全宗都在关注此地 也好 老夫在这里 也要向诸位说三件事情 宋家老祖平静开口 声音回荡整个宗门 第一件事 七天后 四方修士奉献血气 召唤我血系从不化骨苏形 第二件事 一个月后 中风血子试炼开启 最后一件 战争 要开始了 宋家老祖说完 目光在四周众人身上扫过 无数粗众的声音回荡开来 一丝丝杀气 不断的凝聚 很快 集合所有人的气息 直撑云霄 四周众人 齐齐嘶吼 大喊着 站 在这嘶吼中 整个血系从气势爆发 惊天动地 白小春在人群内倒吸口气 虽一样大喉 可心中 却是焦急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永恒 都散了吧 宋家老祖看了眼叶藏 脸上露出笑容 转身时 身影消散 此地众人 一个个带着战争前的亢奋 也都各自回到自己的山峰 那枚舞街灵妖 白小春尽管不舍 可却不得不给了 邵泽风血子 这才与宋军婉一起 回到了中峰 一路上 宋军婉沉默 目中又寒芒闪耀 白小春心底 郁闷焦急 也不愿开口 直至到了中峰 宋军婉忽然侧头 看向白小春 叶藏 中峰血子失恋 我需要你做我的护法 帮我争夺血子之位 血子失恋存在危险 你不用立刻给我答案 一会儿 我回到洞府后 会立刻闭关 等血子失恋开启前 我会出关来找你 那个时候 你告诉我你的选择 宋军婉 深深的看了叶藏一眼 转身走向上纸区 白小春沉默了 望着宋军婉的背影 他心中复杂更多 直至回到了洞府后 他排西坐下 有些发愁 通过宋家老祖的话语 白小春知道 血溪宗的那些老祖 经过这段日子的争议后 显然已经有了决断 两宗的战争迫在眉睫 或许几个月后就会开启 沉默中七天过去 当第八天的清晨到来时 阵阵中鸣之声 在血溪宗内回荡 白小春深吸口气 走出洞府时 看到了四座山峰 几乎所有的筑机修士都已飞起 凝聚在各自的山峰上之区 很快的 有八个身影直接从祖峰走出 如同巨人 轰轰街踏在了半空中 这八个身影全身散发光芒 扭曲了四周 只能看到轮廓 看不清样子 在这八人出现的瞬间 所有修士全部归拜下来 拜见老祖 声音整齐回荡四方 白小春吸神震动 他知道 那些个至高无上的身影 正是血溪宗的八个老祖 无极子 宋家老祖就在其中 还有一人穿着一身紫色的长袍 气势之强远超他人 站在半空时 似乎太阳都有些暗淡无光 阵阵的微压笼罩四方 如同天微 所有人 释放你们的血气 开血门 一个声音 从八人中传出 回荡四方时 轰鸣扩散 整个血系中的大手 猛的震动 所有地面 同时浮现出阵法之纹 紧接着 血气红然爆发 从少泽风开始 无数的血气 凝聚到了山尖 形成了一道血色的光柱 冲天而起 紧接着是无名风 中风 尸风 最终是祖风 五道血色光柱 全部冲入雨宵 使得苍穹色变 成为了血液 化作了一个巨大的漩涡石 血系宗内所有修饰 全部感受到体内的某种血气的翻滚 修为 骤然散开 轰鸣中 一个个爆发出丝丝血气 这些血气全部生空 就在这个时 八个老祖中走出一人 此人是一个中年男子 相貌俱美 此世上有种独特的魅力 可以让人忘却时 心中生起好感与信任 老夫汉言 负责此番召唤血系底蕴 我需要九个弟子辅助 来炼气化血 徐小山 宋缺 血梅 寒冬 周正风 汉言老祖 淡淡开口 声音平和 可他身为老祖 寻常话语也有威业 没喊出一个名字 立刻被叫到之人 飞上了半空 在汉言老祖前方拜计 随着一个个身影出现 当集齐了八人后 所有血熙宗弟子 都深吸口气 这八人 无不都是 地脉多次潮汐者 都是当代血熙宗的 天教之辈 就在这个时 汉言老祖 目光落在了中风上 说出了最后一个名字 野藏 第二百三十九集 白小船一针 但很快 神色就摆出肃然 带着煞气 目光冷立 身体一跃而起 化作一道长虹 直奔半空 出现在了汉言老祖的前方 与另外八人 列位在了一起 野藏的出现 没有让四周山峰上的 血熙宗弟子 有丝毫的差异 似乎 汉言老祖让他飞出 众人觉得 本就该如此 甚至都没有人 去议论什么 从这一点 就已经可以看出 整个血熙宗内 温魔之名 早已是声名赫赫 让所有人 从心底 已经认可了 野藏的身份 认可了 其实力 更是认可了 他是天教 不但是山峰上的众人 没有半点差异 就连宋缺等人 虽一个个 目光内带着凶猛 但是却一样 没有去质疑 白小纯 来到血熙宗 已有数年之久 对于凡人而言 这是不短的一段时间 虽对修士来说 只是一晃而已 可终究也不算短了 白小纯 通过自己的努力 一步步的 在这一天 在这一刻 在万中瞩目下 他 获得了整个宗门的认可 白小纯 也立刻意识到这一点 虽然之前有些心理准备 也有一些 对自己身份地位的判断 可是这一瞬间 他深吸口气 内心充满了得意与自傲 你家白野 走到任何地方 都是如同日月一样辉煌 谁让我太优秀了呢 白小纯美滋滋的 在心里嘚瑟时 神色上却不露丝毫 而是摆出冷酷素杀 杀气扩散 与其他八个天骄 分庭抗衡 半空中的血溪宗八个老族 虽然大都样子模糊 让人看不清晰 可他们的目光 在扫过业葬救人时 都略微点头 尤其是业葬这里 让不少老族都多看了几眼 对于这 凭着反倒主机 生生在这几年冲出来的业葬 他们也有留意 甚至也起过一些怀疑 暗中更有调查 只不过白小纯脸上的面具 虽然是质保 使得他这 在这几年 没有露出丝毫破绽 而业葬的要道 也的确对血溪宗很重要 渐渐的虽还有怀疑 可却没有太去在意 你九人 大坐血坛 练中修之气化血 辅助老夫开启底蕴之门 唤醒不化骨 汗燕老祖淡淡开口 右手抬起一挥 立刻就到血光飞出 在这四周化作了九个血色祭坛 而白小纯九人分别后退 一个个盘膝坐在了这九个血坛上 实际上 这一次的唤醒不化骨 也可以不需要白小纯九人出手 但如今战争在即 几个老祖商业后决定 必须要让门中修饰 亲自感受一下宗门的底蕴之力 这汗燕老祖是八个老祖中 强力主战之人 所以此刻就成为了 主持开启宗门底蕴者 此刻他目光如点 在白小纯九人身上扫过 他的目光蕴含了无穷威雅 让白小纯内心一阵 有种似被对方看透了全身 所有秘密之感 其他八个人一样如此 神色都不再桀骜 而是恭敬低头 汗燕老祖收回目光 抬头看向天空 右手抬起 向着天空猛的一挥 这一挥之下 整个血系宗内五座山峰的血主 红铭街膨胀数倍 使得苍穹的血色漩涡猛然扩大 轰隆隆中转动更快 使得那苍穹漩涡中间的区域 在这一时尾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血色眼睛 这眼睛缓缓睁开时 天地湿色 风云倒绝 无穷危压降临世界 更有狂风横扫 血雾弥漫 无数血系宗弟子心神颤抖 奇奇的跪拜下来 抬起头 去看一看 我血系宗威慑其他三宗的底蕴之力 汉衍老祖淡淡开口时 他的生意似蕴含了一股奇异之力 让所有听到之人都下意识的抬头 看向了苍穹血炎 白小纯也是心头狂疹 在这微压下 他体内的不死长生宫 立刻无声无息的运转 隐隐于那血色的眼睛 好像出现了共鸣 他身边的宋缺血眉等人 也都心神震动 但却没有低头 而是奴隶抬头 望着苍穹上出现的漩涡内的血色眼睛 这一眼看去 无数人立刻惊呼 哪怕是宋缺等人地位不同 知晓宗门隐秘 也在这一刻倒吸了一口气 神色骇然 白小纯更是睁大了眼 内心如天雷滚滚 他看到 在那巨大的血色眼睛内 在瞳孔外竟存在了四个模糊之影 一个是通体紫色的巨大骷髅 这骷髅全身上下由闪电缭绕 潘西坐在瞳孔外的区域里 身上死气缭绕 一动不动 可却有惊人的威亚散出 让人看一眼就会心头震颤 白小纯了解石峰 此刻略一思索 立刻猜测出 这就是不化骨 石峰猎尸的极高境界 超越了飞江的不化骨 飞江以堪比结单修饰 这不化骨 莫非是堪比原鹰老祖 白小纯深吸了一口气 第二个模糊之影 是一团黑色的雾气 这雾气内 似有千万面孔不断幻化 那些面孔竟全部都是老者 一股岁月之感 在这雾气内蕴含 这显然是一个魔头 其气势与微氧 竟与那不化骨不相上相 第三个模糊之影 则是一块皮 此皮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 已经干苦 可散出的气息之恐怖 竟比不化骨与魔头还要强悍 甚至给人一种玄妙之感 让所有血系综修饰 都是呼吸急促 白小春心惊啊 看向第四个虚影 这竟是一把剑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一把血色的剑 剑上拍戏坐着一个赤色小人 这小人没有头发 虽只是巴掌大小 可却有无穷杀气 直接压过了其他三个虚影 冲天而起 如同四影之首 十风不化骨 无明风千面膜 少泽风图腾部 中风血足剑 这是我血系综的震风之物 而他们镇压的 就是血眼瞳孔内 我血系综的底蕴之一 血道 济线 黑眼老祖 右手大袖一甩 立刻 苍穹血眼的瞳孔 猛的扩大 隐隐的 里面竟出现了第五个虚影 这显然是被瞳孔外 肆无震受 藏在瞳孔内的 底蕴质宝 白小春呼吸急促 等到了眼睛去看时 渐渐看到 那瞳孔内的虚影 居然是 一个 稻草人 这稻草人 诡异无比 他在一只手上 拿着一张人皮 另一只手上 拿着一杆秤 嘴角露出 邪义的笑容 仿佛在嘲讽 只是 与这稻草人目光 对望一瞬 白小春就脑海轰鸣 脑海里 全部都是这 稻草人的笑容 似要占据 全部牺牲 但很快的 白小春体内的 天道之气 骤然扩散 瞬间 就将这血海里的 稻草人身影驱散 整个人 气喘吁吁的 恢复过来时 他看到了 前方的海岩真人 略有欣赏的目光 再看其他八个人 竟都不同层次的恍惚 血梅是第二个苏醒 随后宋缺 其他几个 也都陆续战胜了 心神内的幻象 纷纷的苏醒 这些只是我血系中的 部分地域 现在所有人血气散出 你等九人炼气化血 来辅助老夫 唤醒 不化骨 只需唤醒 不化骨 其他三陵不用理睬 他们会逐渐的自我苏醒 等他们全部苏醒后 血到济线 就可走出血眼风界 海岩老祖话语传出 立刻血系宗内 无数修士 结单静一下 全部修为 运转起来 主机修士 内门弟子 外门弟子 数十万人的修为转动 血气扩散 立即就形成了无数的血物 升空而起 直奔 九座血台 迅速的融入其内 几乎在血色祭坛 将这些血气融来的刹那 白小春 他坐在第五血滩上 立刻全身一阵 浓郁的血气 直接从这血滩上爆发 向着他扑面而来 顺着他的全身汗毛孔 疯狂的钻入其内 根本就由不得白小春去思索太多 他立刻体内不死长生宫运转 将这些血气吸入体内后 目光扫向其他几人 发现血眉 宋缺等人也是如此 一个个都在全力吸收 以自身作为提炼的工具 去将这些血气以血吸踪的密法 化作鲜血 血眉第一个成功 一滴鲜血从其天灵飘出 没有飞起 而是飘浮在头顶 随后是宋缺 白小春赶紧学习 按照他提炼不死血的方式 他也将这些血气在体内 化作了一滴鲜血 飞出天灵时 飘浮在头顶 很快的 他们九人不断凝聚鲜血 时间流逝 每个人头顶的鲜血 都越来越多 直至一柱香后 血眉双眼 木然睁开 他头顶的鲜血 已经凝聚成了拳头大小 直接飞出 直奔汗颜老祖的身前 汗颜老祖目光一扫 微微点头后 这拳头大小的鲜血 立即飞起 化作一道血色肠红 直奔血色眼睛内的不化骨 刹那灵机 融入到了他的骨头上 使得这不化骨的身体 竟在这一树 颤动了一下 一股升级正在崛起 还需要八滴 汗颜老祖淡淡开口 与此同时 大量的血气 依旧轰轰地涌向九大血色祭坛 白小船神色肃然 可内心却在这一树 微微移动 这么多血气 那个 我要不要节留一些啊 白小船有些迟疑了 瞄了眼 其他几个血色祭坛上的天胶 除了血眉已经成功外 其他其人都在不断的凝聚血气 可是看着看着 白小船立刻生气了 他觉得这些人太过分了 那宋缺 以其地脉八次潮汐的基础 利用血色祭坛 炼气化血 就算是比血眉慢 可也绝对不会慢那么多呀 但是眼下 居然只完成了七成左右 而其他几个呢 也都差不多 最慢的居然才三成 还是我太正直了 居然还会迟疑 这些家伙 一个人都在节流血气 用来刺身修行 白小船一眼就看出不对劲了 内心正气更多 扫了眼血眉 觉得血眉太傻了 在正直的程度上 只比自己少了一点 唉 罢了罢了 都说随波逐流 我身为一个密探 绝不能鹤立独行 我要与所有一起 我也不想啊 这白小船内心感慨 是猛的一吸 将之前吸来的血气 生生的截流了九成 因为吸的太猛 导致他头顶 原本已经完成了大半的血球 肉眼可见的枯萎了一半 这一幕 下方的众人都在打足 没人注意 可宋缺等人 却都看到了 一个个怒视白小船 心底都在咒骂对方 无耻 海燕老族也都痴疑了一下 多看了白小船几眼 至于其他几个老族 也是神色古怪 这次让九人辅助 除了让这一代的天骄 更清晰的了解底蕴外 也有借助这个机会 让九人修为 再次提高的打算 那至于能提高多少 如何把握分寸 那就要看着九人自己了 血梅志在血子 不屑于 也就罢了 在这几个老族看去 那夜葬 居然无耻到 分明已完成大半 可却又夺了回去 若仅仅是夜葬也还好 可很快的 宋缺与徐小山 还有其他几个人 也都有样学样 竟都纷纷这般时 几个老族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毕竟 血色眼睛内的不画骨 似乎也都在 原本空洞的眼窟窿里 出现了一丝忧火 一炷香的时间 无法完成血球者 耽误了唤醒不画骨 老夫亲自出手 把你炼成一具不画骨 宋家老族冷哼了一声 缓缓开口 声音 只在白小春等人耳边回荡 白小春内心疑尘 方才那一瞬的血气凝聚 让他如同大捕 体内无穷血气 推动不死金刚第二卷 他的满鬼之力再次攀升 如今已到了无鬼之力 太小气了 白小春内心嘀咕 可却不敢不听啊 只能收敛一些 其他几人也都低头 一样如此 很快的 一炷香的世界就要到了 白小春八人 每个人的头顶 血球都完成到了九成 这最后一程 他们显然都是打定主意 不到最后一刻 绝不完成 能多拖延一些总是好的 毕竟如今这个机缘 堪比造化 这是整个血溪宗的修饰 相助修行 仅仅是这一炷香 白小春的不死金刚诀 就再次的突飞猛进 肉身之力 已达到了六尊满鬼之力 全是酸痒 那种感觉 让他很不能抬头长小 不行了不行了 时间就要到了 白小春舍不得 那可却没办法呀 心底叹息 正要在这最后的几十息内 全力凝聚血气时 忽然他内心再次移动 不知 我若是凝聚出一滴 蕴含我意志的 真正不死血 融入里边 有没有可能控制那句不画骨啊 白小春想到这 顿时激动 他觉得自己若是成功了 那就是立下大功了 可一想到 血溪宗队自己也挺好的 于是就有些纠结 宋君丸 宋家老祖 还有几个山峰大长老 都对我还算不错 虽然有些时候也都会凶残 可是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的 白小春感慨 又一想 以自己的修为 想要去控制不画骨 这种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 于是不再纠结 反正我就尝试一下 成不成就看天意了 白小春目光微闪 低头时 在别人都炼气化血时 他虽一样如此 可却暗中从体内摧发了一丝 属于自己不死血肉内的血气 使其慢慢的融入着众多吸来的血气里 几十息后 当汉颜老祖目中露出精芒 要宣布结束时 宋缺头顶的血球立刻飞出 徐小山也是如此 其他人陆续这般 白小春更是赶紧睁开眼 头顶的血球刹那飞起 他内心紧张 自己的这个血球 看似于其他人一样 可实际上 里面蕴含了自己的一丝 真正的不死血 那里面有自己的意志 应该不会被发现 毕竟我的不死血 才是正宗啊 其他都是防品 就算是看出了不同 也只会认为我更努力 毕竟我有逆血反阻啊 白小春内心正忐忑时 八个血球飞向了汗颜真人 汗颜真人一一扫过后 竟没有停留丝毫 而是右手抬起一挥 立刻这八个血球 直奔苍穹血岩内的不化骨飞去 白小春松了口气 眼巴巴的看着血岩内的不化骨 只见这八个血球临近后 直接融入到不化骨的体内 飞速融合后 整个不化骨的身体 升级轰然爆发 其眼窟窿内的忧火 在这一刻也瞬间燃烧 越来越亮 到了最后 这不化骨竟直接战起 阳天一猴 这一猴之下 天地失色 世界昏明 一股惊天动地的气势 从其身上不断的扩散开来 还有狂风凭空出血 横扫八方 使得整个天地一片的昏暗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更是在这一刻 随着不化骨的苏醒 他身边的千面魔头 还有那块枯萎的皮 以及那把血界 都在这一树 齐齐震动 似被牵引 要随之苏醒 咔咔之声 在这一刻扩散四方 这血色的眼睛 在瞳孔上 居然出现了一道道裂缝 如同碎裂的风影 还没等白小春 去感受自己是否成功时 海岩之人袖子一甩 直奔血眼内 其他几个老祖 也都在这一刻 目光炯炯 齐齐地飞向血眼 宋家老祖是最后一个进入的 他在踏入血眼前 回头看了一眼大地 一个月后 中风血子试炼 他的声音 如天雷回荡时 踏入血眼 在他踏入的刹那 前面魔头苏醒 那块枯萎了的皮 焕发了生机 血剑上的小人 也睁开了眼 而那瞳孔上的裂缝 飞快地连接在了一起 直接崩溃 如同打开了一个缺口 血细宗八个老祖 齐齐踏入 哄的一声 随着他们的踏入 整个天空模糊 血色眼睛一瞬消失 而下方血细宗修士 也都一个个停止了打坐 齐齐抬头 在血细宗掌门 以及各封大长老的安排下 众人这才散去 可心中却藏着无数疑问 地狱 他们看到了 可却不知最后几个老祖 为何要踏入血眼内 可无论怎么想 显然都离不开战争 白小春紧张 他到最后还是无法确认 自己是否成功 思来想去时 回到了洞府内 将暴增的肉身之力稳固后 时间已过去了大半个月 距离宋家老祖所说的 中风血子势裂 还有三天 与此同时 整个血细宗内 也都开始议论 血子试炼的事情 整个血细宗 每一代都只有四个血子 任何一个血子 结单后 就可以 灵家太上长老之上 成为血部 而中风血子 这一代始终没出 如今在战争前 终于要进行血子试炼 选出一人 成为血子 一旦血子确定 中风的战力 也将在血子本身的血气加持下 全部增加不少 此事对于血细宗而言 是一件大事 尤其是对中风修士来说 此事更大 因为血子的身份 从理论上来说 所有中风的筑机修士 都有成为的可能 只是大家都明白 这一代的中风血子 只能从两个人身上产生 一个是血梅 另一个 则是大长老 宋君万 一定是血梅少主了 血梅少主 地脉九次巅峰 他不成为血子 是我中风的损失啊 我认为 大长老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他毕竟修为筑机大圆满啊 血梅虽是地脉巅峰 可却只是筑机终起 不如大长老 哎 血子试炼 鄙视的是除了修为战力外 还有很多因素呢 各自需要护法来护送 护法的强弱 也是很关键的因素 种种议论 随着血子试炼的到来 在宗门内越传越多时 在血子试炼的前一天 深夜 白小春正盘膝打坐时 他的洞府外 大长老宋军婉的身影 踏着月色 一步步的走来 他的容颜绝美 在这血色的陪衬下 更是风华绝代 洞府外 宋军婉轻声开口 叶师弟 谢谢了吗 谢谢了